最近深圳最高楼乃至除了迪拜塔之外 世界最高楼建筑爆雷已经成了事实 房子建的这么好看 都不知道以后会便宜哪个公司 他当时售卖的价格 是按照地标价将近6万块每平比的售价出售 一开盘的第一年 他还大肆宣传销售金额达到83亿 现在好了停工了 这是啥操作 背后的一盘大旗 真的好伐海 好伐海 以6万块钱买公寓 那是要喝的多醉 据深圳房地产信息平台显示 世贸深港国际中心 被案名叫世贸之都 有178套公寓为司法裁缝 该房源为2021年的11月26号 货批预售 总计186套 其中8套已往前 对于上述世贸之都仪式 业内人士纷纷表示 如果按照其5.2万枚平米的销售均价来算 本次世贸查封 房源获值约20亿元 不过世贸深港国际中心 其他批次的未受房源会正常状态 这个世贸深港国际中心 该地块是由世贸集团旗下公司 世贸股份于2017年以239亿元的价格尽得 最初规划为一栋700米的超高层建筑 该高度超出了中国第一高楼632米的上海中心 随后又调整降至600米 面试时间为2023年 计划投资500亿元 世贸深港国际中心位于深圳的宇宙中心 龙港大运新城 占地面积32.19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136.45万平方米 项目配置有5栋商务协制楼 约30万平方米 该项目总货值约629亿元 以售84亿元 剩余货值544亿元 一年前 有很多人轻信所谓的YouTuber房产大鱼 购入了不少所谓的总裁商务公寓 产权应该也是40年的办公室 真的是 在20年7月 世贸集团成立了一个信托 计划规模是87亿元 底层资产是世贸深港国际中心 目前该信托计划的余额为59.9亿元 原计划的2月会到期13亿元 4月到8月共到期47亿元 为此 世贸集团召害了线上投资人会议 主要是围绕该信托计划的发展事项 截至目前 世贸集团已利用世贸深港国际中心 融资92亿元 包括土地的抵押 再建工程抵押和100%的股权质押 目前世贸深港国际中心已被列入世贸代售资产的名乱中 对外报价为151.43亿元 还有一年多就要收房子了 现在还是空气状态 多少业主哭云在厕所里面 奉劝大家 当下买房不要买规划太遥远的 短期内你看得见的才是真的 都复杂总北烂尾墙 想不到这个年头 底线是越来越低了 很多人很多项目买入的时候规划的很美好 未来等你们卖房的时候 说不定还没有建起来了 今年这么多的工地都没有复工 说白了 开发商连银行的债务都还不上了 哪有钱给你们这些建筑商支付工程款 不给马吃草 还想操你吗 这是异想天开 楼市行情好的时候 卖房子的钱还没午夜就去拿地了 行情不好的时候 卖房子的钱都是优先偿还给银行的贷款 建筑商的工程款 供应上的材料款 能拖就拖 能少付就少付 只要有工程 抢着干的乙方就有一大堆 而银行不到万不得已 是坚决不能得罪的 因为银行的钱一旦违约 开发商以后都很难借到钱 拖欠工程款的现象到底有多严重 看看某排名前三的房企就知道了 负债总额1.74万亿 有息负债却只有3300亿 剩下的无息负债 绝大数是拖欠工程款和材料款 这就是项目交付的频繁被业主吐槽的真正原因 拖欠工程款 背后是破坏了多少个家庭 那是如何让开发商支付工程款呢 到当地租建部反映开发商拖欠工程款 这样子开发商下一个工地 可能就无法取得预售许可证 也就有可能不能正常开工 因此有机会打断了开发商的营销节奏 用不了多久开发商就会大概率主动会联系你 有机率会给你结清工程款 那是不是很软心呢 要看所有人都没有想要做 去哪了 去哪儿了 那个 糖糖吗 嗯 那个 这个下去的时候需要20号去另一个 就只能20号去吗 你挑那个什么下 嗯 咯 你挑那个什么下 OK